那一年相遇 人生有了你 动静如昔 要怎看这情意 相知相惜 无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各位超级生命密码家人大家好 感恩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来谢恩谢天谢导师 导师好主持人好 各位超级生命密码家人大家好 还有在这个影音前面观赏 这个分享会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徐玉珍 那我都让同学叫我圆圆 因为年轻的时候连很圆 所以说那时候在一个活动的 的一个团体里面社长说 那些人的蜜蜜蜜 刚才就给他叫圆圆 可是我发现到进来超马之后 我发现到这个圆圆很棒 因为超级生命密码是一个修行的团体 那这个我们凡事要讲求360度的圆满 不管是红尘境的圆满或是我们灵命的圆满 所以我那时候我慢慢发现到这个 这个绰号还取得真好 双圆 那我个人能够进这个 我有这个这么好的因缘跟契机 进到这个超级生命密码修行团体里面 我是因为这本《流域权利》 之前我是在诊所拿到的 那我是在我以前工作的诊所拿到的 那我看了《流域权利》里面第44页 它里面的两段话 它让我觉得到 让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一线的生机 因为他在《流域权利》第44页 他就讲在今生这个人对你好或不好 就是在过去世里面 你曾经对他投过不好的结论 那因为我有一个比较长大的课题 就是这40年来 我跟我的弟弟互动一直不是很良好 除了言语上面互动不好 可能我弟弟也会用肢体的语言 来跟我问安 那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不OK的事情 可是我一直没有这个能量 来改变这一件恶性的循环 那因为我有这个因缘 我拿到这本书 我看到了这段话 让我看到了一丝丝的曙光 所以我很快 我三天以后我就进来了这一个团体 我参加我的第一场读书会 那106年12月4号 进来是我的第一场读书会 那非常感恩也非常幸运 因为老师20天以后就来到台湾 我在我的第一场读书会里面去 就是我第一天进到这个团体里面 就有家人跟我共振 说老师的课堂堂珍贵 你一堂都不能错过 而且他还跟我讲说不只是音乐会 还有实修实练的课 这是一个身心灵的课 他是可以对话的 那我一想到说我那么苦 我这40年的苦 我就是来这边寻求解药的 所以当场我就把票给买了起来 第一天第一场 其实这个团体我还不是很认识 可是他给我一个很正向的回馈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读书会里面 我听到这个家人们真诚的分享 好像什么事都有解 我突然就觉得说 好像在这边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给我很大的信心 还有家人的谈吐 非常客气 用词遣致 我觉得就是有修养的感觉 然后他们又很关心你 那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放心的地方 那家人们也跟我分享到 是还有更重要的课 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 两天一夜的大板灯 那这个应爱金敬宁 这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也在第一天 第一场的读书会 哇 全部都买了 那后来我才慢慢发现到说 原来买票的开始就是祝福的开始 所以说我跟我弟弟这个不良的互动 其实我第一天就解了 但是当时的我不知道 我只能利用道序法来跟各位同学分享 因为我刚开始我第一天我就觉得说 他怎么不骂我了 他也不会用肢体语言跟我问安 我一直死到第七天 我突然间很有感 我觉得说好像就是解决了 然后我就跑去跟我的阿姨分享 我说阿姨我找到解药了 我找到垃圾车 我阿姨说你不是找到垃圾车 你是找到浮化炉的喔 我把这些40年的崩溫月月就一笔勾销 在超级生命老师有方法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教科书里面 老师有教我们步骤一二三 那这一六三其实就是最重要的 人家讲说千金难买早知道 事实上没有后悔药 那你的忏悔心法就是这个药 就是这个药 你要下凉药 那在超级修行一点都不苦 因为他的方法很特别 你看做心法是说你们多幸福 可以坐着做心法 也可以躺着做心法 那这不是甜意的药吗 这不是良药吗 这一点都不是苦药 那修行是什么 是生活修 跟一般我们所认知的又不一样 那因为我过去我自己的认知有不 那这个逻辑观也不正确 所以说没有及早走入这个修行的大道 那走到这个团体里面来 老师跟我们讲说休息不假期 那刚开始我也是不懂 不想说不是工作有天休息有天吗 原来休息是分分秒秒都在修 因为我们分分秒秒都有可能 因为自己的起心动念 可能会造了某一些的业 不见得说我们是嘴巴造了业 身体造了业 因为我们的身口意都可能会造了业 所以这些观念都是老师在他幽默 风趣然后又在可爱 就这样子在平常老师跟我们上了课 比如说我们共修课 老师就这样一一的告诉我们 很多的天地真理 做人处事的道理 还有告诉我们如何去参很多事情 然后分享很多同学的实力 那让我们借着就是说 老师帮我们上了共修课 可以提升我们的政治政界 那我们个人其实我们的能力有限 就像手机需要卫星定位一样 我们每个礼拜来上一次网络共修 让老师做个定海神针 他会把我们从边边 从边边拉拉拉到正中间 所以每个礼拜上网络共修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精英会也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主持人有讲 最好是别人的经验 不要自己的经验 那我们来参加精英会 我们可以听同学们的案例 因为这是他曾经走过的 我们要以人为鉴 把这个别人的经历 拿来当做我们自己要 要自己要平常 要自省要提醒自己的 那我们就可以避免犯了这些错误 也就是说少走很多冤枉落 那在昌马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法宝 每个同学都要散用 那我自己也是整天 就是蛋蛋机音乐 再提升我的正能量 我们有阴档还有老师 之前有上过很多的课 网络共修都有截取 很多很棒的阴档 所以说在超码里面的生活 也是不无聊的 而且是很忙碌的 而且是非常有趣的 那最近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都人心惶惶 其实安定的力量 就是你要相信超码 你要学习超面 而且你要实修实验 你自己就会有一定安定的心在这里面 因为你看得到实相 老师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真的 而且每一句话你都可以拿来实验 我自己呢 一到超码里面呢 我那个礼物真的是讲不完 我刚刚写了一张纸 写的满满的 我觉得还是没有写完 可是我要先分享一些大的 因为这个 就是你要讲说钱 钱不见得可以买得到任何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 那我就要分享我的故事 因为我之前我是在那个眼科工作 那我在眼科工作15年 但是我有肝眼症10年 那我的我这个我眼科里面的医生都是 就是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 眼科医疗团队有时间分院 所以说里面是人才如鱼 那为什么我在这边当员工 我有这么大的福利 我可以享受这么好的资源 可是我的肝眼症却一直不好 甚至我的某一位医生他还怀疑 他怀疑我是有那个血液方面的疾病 所以我也到大医院去做整套的血液检查 但是我检查的数据全部都是来自 所以我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可是就是找不出原因来 那后来我进了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因为这里面老师有带到很多观念 我们讲说眼睛是灵魂之窗 那眼睛是一个很大的能量体 那我们心灵我们讲的正负能量 你这个正能量高跟负能量高的 我相信也一定可以用眼睛来表现 所以你看有些人的眼神 有些人非常有神 炯炯有神 有些人非常丧坏 有人非常迷茫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眼睛是可以表现一个人的能量体 所以我们讲说慈眉上目 这不就对了吗 你一直在休息 因为你的心念都是正的 你就会表现在你的眼神里面 那因为我眼睛有这样的眼睛 那以前因为都想科学科学 可是我不知道原来这个灵命学 其实才是科学背后你看不见的 那个最大的就是运作的力量 那因为现在这个团体我有这个观念 所以我也曾经对我眼睛来对话 那我除了肝眼症之外 我的眼睛眼白微续血管常常破裂 我们叫做睫膜下出血 所以眼白常常会有一块血块 那那个血块别人看起来是很可怕的 那其实那是不会传染 那是我自己的血管破裂 那因为血液需要时间沉淀 可能要一两个礼拜才会消失掉 那人家讲说人家是咸蛋超人 那我是红蛋超人 我无但这个眼白微续管破裂 我的眼皮上下眼皮都是红的 所以表示什么呢 我生病的很严重 尤其是心灵方面反射出来 它就反射到我整个眼睛 那进到超级生命密码里面呢 很快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这些迹象都一一的解除警报 因为我们有方法 我们要按照老师所教的方法 你自己去实验 当你实验成功之后 你会很有信心 你有信心之后 你会加紧你在这个团体里面的脚步 因为你知道它通常都有效 只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那这个干眼症就是我自己实验成功的故事 那我们才讲这个钱 有钱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是钱 没有办法做得到的 比如说能力关心的和谐 或是健康 健康也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还有这个生命 也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得到的 比如说我在眼科工作 那眼科有一项手术 我们讲白内障手术 就是老年人的专利 那这个手术 手术都有我们讲的 科学来讲就是有成功率 有失败率 95%叫做成功率 5%叫失败率 每一个病人要进来手术之前 都怎么样 细心仔细地打听 拿个医生开得好 拿一家医院所做得好 是不是成功率很高 这是你可以打官的部分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地方是你不能打官的地方 你可以跟医生讲吗 医生我加给你10万块 保证我成功 没有一个医生敢跟你保证 那病人进来的条件 有的条件看起来很差 有的条件看起来就是很好 那我们一般之前没有学这一块 看到那个条件很好的 我们心里就想说这个没问题 看到那个条件很差的时候 我们就要为他担心 这个手术都有出状况 结果出来的结果 不见得是罗女所想象的 那个条件不好的手术成功 那条件很好的 手术可能就没有那么满意度 这时候我学了心理医学 我就慢慢发现到了 手术成功不成功的背后 我们用科学来看的叫做几率 可是我们用心理医学来看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得库 他能不能帮你转还 所以说在做这个重大手术的时候 平常我们就是要修身养性 我们要欺负赔福 叫他赔德 就是做利益众生的事 就是为自己的得库 我们讲成心理银行的存款 这样比较明白 我们有两个存款簿 一本叫做台湾银行新台币 另外一本叫做心理银行的存款 得资粮 那这个时候我们平常就是要做 可是在这种重大关键的时候 我们要趕快做一个重要的工作 叫做补德 我们可以补德 那补了这份德之后 能不能转换 我们不知道 可是你有做就是保险 你没有做你就是少一份保险 那当你有这些观念的时候 你以后遇到这些事情 你是不是可以为自己多做一点 因为做来做去都不是为别人做 都是为自己做 那这是我因为学习操法 我就有这样子这样的观念 那我也会把这样的观念分享给很多人 所以很多人在面临这些的时候 他是不是比较有方法 他可以同时做两件事情 一份就是看不见的读刀 那如果他愿意早一点进来超马学习 因为这是生命的使用工具书 我们都会看医学杂志 看健康杂志 你偶尔也会看一些人际关系 等等的心理学 但是你有在灵命学上面 好好地去学习 因为这个才是关系我们最常有的 因为这是后面这个隐形的作用力 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那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弟弟的故事 因为我们刚刚讲 有时候有一些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像我们讲刚刚举例到健康 那我弟弟他就是经历过生死交关 那我弟弟是在 我是106年 12月进来的 在107年 我进来半年以后 我弟弟就遇到一个很大的课题 我弟弟就遇到的 那一次是覆墨炎 那覆墨炎就是心跳跳得很快 那没有办法麻醉 那医生讲说麻醉的时候 可能就会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那那一次因为我们讲说 在参马不是有有 刚刚有讲幸福清单 贵人显现难题有解 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我那时候竟然半年 然后我就在这个贵人显现 因为就有个好同学 突然间赖了给我一个消息 我就想到这个好同学 我请他把我连线跟导师 请问我弟弟这样的问题 那感恩导师那时候给我一些 就是一个加持 带我做一个连结 因为我在参马里有学到很多的方法 我刚刚一直提醒 不得不得 所以这件工作我做了 可是能不能拨转我不知道 那感恩导师的大恩大仇 在那个事件之中拨转了 我弟弟那次是没有办法开刀的 因为一下那样心脏可能就群直了 所以后面的手术也不用做了 那就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件事情 那再加上老师在他的大恩大德 他有帮我们做一些连结 那这个弟弟就过了这个关卡 那虽然手术成功 当天手术成功马上转加入病房 加入病房隔一天又转普通病房 感觉上是非常顺利的 因为这五生死教官怎么会这么顺利 可是后面还有这戏等着再演 我那时候一点都看不出来 一直到两个礼拜以后 我弟弟出现发高烧 连续五天都不退 那因为弟弟没有学习抄袭生命密码 所以说他也没有办法自己 我们跟这些官员没有办法去对话 可是一个连续高烧五天不退 再不退的话这下可不得了 看是要被打还是变成其他 没有人知道 这时候弟弟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他愿意来对话 虽然他不是超马人 可是他愿意来对话 你看看不是超马人愿意来对话 我弟弟亲自对话 下午一次 晚上一次 隔一天奇迹又来了 这是真亲自实验的 高烧马上退了 那高烧每天都是上上下下的 这个护理师讲跟医生报告说 这个病人烧退了 医生讲说没准没准 为什么 烧了五天 哭哭高烧低不拿准 好 第六天完全退 第七天完全退 完全退两天之后 再来就是三天以后宣布出院 这就是实证 因为超马是科学的 他不是玄学的 你就自己做实验 相互相信 你来做实验 实验成功一次两次三次 你最后一定会幸福的 就是全然相信 那弟弟这是这一次对话过了之后 我们讲刚刚同学有分享 礼物给了你 你后面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你该做的功课 这一次只是先刷一个信用卡给你 那你买单了对不对 可是你以后面你要开始做修正 我们讲修习 也与思想行为观念逻辑 你都要慢慢去修正 因为你越修正的话 你以后你是不是减少自己犯作的可能性 而且我们有方法帮你清 清你的负能量 有方法教你 老师那个心法都有教你 那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你只要愿意照着老师的所教的法 听话照做你一定会渐入佳境的 那我弟弟因为是快速实验成功 那因为在家上没有学习 所以说这一次的对话过了之后 他马上就过着他原来的日子 那你想想看过着原来的日子 107年8月23 很快很快 马上就来对话了 108年3月12号就来对话 怎么对话呢 因为之前我们有讲他是腹膜炎 可是因为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过度服用止痛药 所以他腹部开传统大刀 会过了一个洞 所以这是有缝线的 到108年3月12号 哇这个肚子就开始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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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對話咧 一樣是又是傳統大刀下去了 太腹部 然後他是幫他做縫合 可是這一次我還是一樣有個觀念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什麼 伍德因為他沒有實修 可是家裡一定要有人實修 先從一個開始 然後再你再慢慢你把你自己做 什麼發光發亮 讓我們做一個好坎模來影響家人 讓他們來學習 那畢竟雖然還沒走路上 可是我一樣有這樣的觀念 福德對不對 我們能做我們就要盡量做 因為人在做天在看 天地要不要撥撥轉 他的負能量要不要鬆手 都不是我們能夠管的事情 可是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盡情的先去做 那次我五天就好了 一樣是最剛好跳過去了 我剛剛又聊到了 信用卡收入了之後買單 可是他還是要你提升你自己 不是你只有做風德的觀念 你一定要提升你自己 他在看 你看你有沒有走路 這一條我們講的天地的正道 所以下一次的對話來 哇 這次對話來好大好大 為什麼呢 同一就是去年7月16號 一樣又是父母員 一個人已經經歷過兩次生死交關 這是第三次生死交關 同樣是父母員 我又做著我一樣同樣的功課 那這一次用蒙老師帶我撥轉 老師就講了一句話 這個當事人心門不開則難移 所以心門要開 你看我們有首歌啊 心門開服就來 因為你全然相信 你那種心念是不一樣的 你那個拜信拜疑 你根本沒有信心啊 那這一次的對話非常棒 也是一直就救回一命囉 然後劇情又開始轉變了 經過沒有多久 哇塞 又來個更大的對話 為什麼呢 因為當事人一直都心門沒開 這一次他後來就轉變成什麼 轉變成半血症 這是非常非常可怕 這比癌症還可怕 這個半血症一來以後 你不用算那個生存期啦 不用算的啦 像癌症你還有算生存期 幾個月的不算的 半夜晚上11點 醫生打電話叫我過去 許小姐我有事情要跟你談 馬上跟我宣布 你弟弟的血液裡面都是細菌 就敗血症 然後半夜2點就轉進加護冰房 凌晨6點就心臟停止跳動了 等於Sayunana去了 那我也是在半夜12點 我就直接跟老師用脈求救啊 說實在的 我們今天能夠求救跟老師連上線 這裡面明明當中自有姻緣 可是平常老師常常講 有看到跟沒看到 這當中都有姻緣的 那為什麼他能看到跟他不能看到 就是我們自己要盡量的 你如果可以的話 你自己要秒秒做到位 盡量如法實修 我們應該是應該全力的如法實修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姻緣就是讓老師 能不能看到line的一個後面的一個作用力 因為老師這樣一講 我們就知道了 為什麼平常要這樣 要做這些事情 那老師就給我一個這樣的訊息 那也是感恩老師 由老師代為撥轉 然後感恩天地的加持 因為人在做天在看 我做一 天地要幫我加一個零就是十 加兩個零就是一百 加三個零就是一千 我們做一點點 但是天地幫我們撥轉 老師幫我們做連結 還有感恩他的負能量 願意慈悲鬆手 他才過了這一關 那這個敗血症呢 凌晨六點停止心跳 後來醫生電擊就回來了 這是星期一 因為我剛剛有講不得的觀念嘛 所以我星期三 這時候這麼緊急 我發的願就是很簡單嘛 才師法師無畏師 最快的就是什麼 才師嘛 對不對 你有可能很多事情你可以做 可是你一下子的時間 也做不來嘛 所以我們講說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我就先發了才師的願 我星期一發生心跳體質 我星期三我拿到發票 星期三會款 星期四拿到發票 星期五我弟弟都甦醒了 這不就得救了嗎 這就又是另外一個實證了嘛 那這個實證成功之後呢 因為弟弟救過來了 可是弟弟還是出不了院的喔 他每天都躺在病床上 他永遠都下不了床 這時候我弟弟知道他沒有辦法了 因為醫生告訴他 許先生女先生 你住院住了這麼久 你全身的血管都沒有辦法 再打針了 我要為你做造影 造影 他說造影之後 我要為你開一條 能造血管 我弟弟這下 平常都沒在怕 這下有怕 為什麼呢 因為能造血管 你很忙的 你要熱膚 你要保養 你要握球 你好忙喔 這種日子你要過嗎 我說我不要 我說那趕快吧 現在還有機會 心智 暢鬼法院加回向功德 今天做了這件功課 明天去做造影 禮拜五醫生來宣布結果 許先生你不用做了 下禮拜給你出院 這不就是另外一個奇蹟嗎 所以說超馬就是這樣 他要你去實驗 他不是玄學 他也不是怪力亂神的 你就去實驗 你一次又一次的實驗成功 你怎麼會沒有信心 當你有信心的時候 這一顆萬能丹 絕對不是自己享用 要讓每一個人 你的家人 陌生人 你的好朋友都知道 有這麼好的方法 然後再把這個實證的結果 來到這個分享會 在這邊謝恩 謝導師來這邊寫抄馬 來讓很多人知道 原來天地老早 就為我們準備好的這一切良藥 只是你要不要服用 祝福各位同學 每個人都能夠擁有幸福美滿快樂 感恩謝謝 謝謝